改抢卫生纸 网群组谣传卫生纸缺货好市多卖场被扫光网络 无知造成恐慌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药局一大早就大牌长龙的景象被称作口罩之乱 而网友近日前往知名好市多卖场购买卫生纸时表示 续口罩之乱后 卫生纸之乱2.0了 引起热烈讨论 大家抢不到口罩 竟然转而抢卫生纸 引发许多网友出面驳斥 不要再误传 原物料会缺货的传闻 无知造成恐慌 原PO昨6日前往知名卖场北投分店捕获卫生纸 没想到架上却挂着目前已全数售完的牌子 也看到很多人推车内赛了好几串卫生纸 明明也没特价大家却毛起来囤货 于是上脸书社团Costco好市多商品经验老实说 发文指出 我只想买case卫生纸 书结卫生纸还很多 但我用不习惯去口罩之乱后 卫生纸之乱2.0了 网友纷纷回应指出 婆妈群组在谣传 原料都拿去做口罩了 所以卫生纸、卫生棉、纸巾等纸类制品原料减少 所以会涨价 口罩原料和卫生纸原料根本两码子是 不织布原料也不是纸浆 无知造成恐慌 在贴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消息了 一堆村夫余妇看到了 真的会去抢 接着引发一名自称 在卫生纸公司上班的网友也表示 卫生纸没有缺货 我们公司仓库还很满 他排在卫生纸公司上班的人 最后一次路过 版主请不要针对单一事件下论 造成恐慌 有民众指出谣传的起点应该是这个 这几天香港开始抢购卫生纸 因为很多卫生纸是从大陆进口 目前原物料短缺 香港人预估将来卫生纸会涨价或买不到 所以现在才大量买起来囤 不过台湾的卫生纸大多国内生产 不会和香港一样受到影响 民众完全不需要抢购